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祂的心里有难途 祂的时间不错误 大家好 感谢神我们又来到空中主书学 一起来学习神的发言 一起来认识神 我们还在思想我们的救恩的丰富 我们在思想的主题就是关于称义的教导 我们从生意上来看称义的观念 接着我们需要进一步来看完这个主题 那么今天我们需要来谈称义的观念里面的第六个部分 那么提到称义本身不只是基督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 那么称义本身很明显的看到说 我们看到神的怜悯跟公义同时在称义的事实上有出现 所以因此看到说神不但是公义的神 同时也是那位怜悯的神 所以因此在称义的这个事实上 我们看到说神是公义的 也是那位怜悯罪人的神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的二十二节那边 那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这个时候来看罗马书的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二节 这里我们来了解一下保罗怎么谈这个神的怜悯跟神的公义 在这个称义的事实上 那我们同时看到神的这两个属性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的这里的第二十二节 这里说可见神的恩赐和严厉 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 像你是有恩赐的 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赐里 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二节这里所说的 神的恩赐跟严厉 神的怜悯跟神的公义同时出现 神不但是公义的神 他也怜悯了神 在这个称义的事实上 那我们看到说我们不但领受神的怜悯 但是看到说 也看到说神的公义没有缺乏 他没有说 我们就忘记你的罪 我们就不重视你的罪 看到说这个罪本身还是需要去处理 还是需要去解决 他的儿子基督耶稣为我们担当这个罪 解决这个罪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说 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罪的认识非常贫乏 对这个称义的认识非常有问题 所以一直看到说 当一个人做错 我们就啊 就让他去吧 就让他过去了 不要去在乎他 但是我们知道说 这个问题是必须要去解决的 他解决这个罪的问题 他的公义在他处理这个诚意的身上 我们看到说神还是公义的 他没有撇下这个公义的这个事实 他还是展示他的公义 我们知道说 应当是我们死在十架上 应当是我们被定在十架上 但是我们知道说 他的儿子耶稣就本身为我们 代替我们 定在十架上 担当我们这个罪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 在约翰一书里面 看到说有另外的经文本身 也教导这个事实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九节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这里也看到说约翰本身 谈到神的公义 也同时谈到神的怜悯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这里怎么说呢 这里告诉我们说 第一章的第九节 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神不但是信实 同时也是公义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同时看到说 这里信实跟神的公义 同时出现在 这节的经文里面 所以因此 称义本身是神的恩典 是神白白赐给的恩典 我们看到神的恩典 看到神的怜悯 看到神的恩赐 是我们不应当得的 但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 赐下这样的一个恩典跟怜悯 我们看到说 这个恩典跟怜悯 没有剥夺神的公义 不因为神称为义 他就忘记了 他的公义的这个要求 没有剥夺 神没有放弃 他公义的这个要求 他觉得在公义的问题上面 他没有放松 没有松懈 他知道他还是 那我们看到说 他的公义伸展 他看到说 基督耶稣本身 还是需要流血 还是需要定在石架上 担当我们的这个罪 所以在诚义的事实上 本身我们看到说 神没有忘记 他的公义 神也没有否定 他的这个公义 所以因此看到说 在这里 称义本身 一定让我们看到说 有神的怜悯 也同时让我们看到说 有神的公义 接着我们看到说 这个称义本身 他 他有他的这个 消极面 跟他的基级面 消极面就是 我们的罪 得到赦免 基级面就是我们 收容成为 死的儿女 这个是关于 称义里面的 那个第七个重点 那么我们等一下 会在这个重点上面 有更多的了解 更多的学习 所以 称义本身 有他的消极面 跟他的积极面 消极面就是我们的罪 得到赦免 积极面 就是我们 收容成为 神的儿女 接着我们就需要来看 这里的第八个部分 了解到 称义的那个观念 称义本身 我们也前面提到说 有这个 意涵的这个 意涵的这个 末世的这个层面 末世的含义在里面 原来 这个 在末世神要 发布的那个 判决 今天我们就说 在神面前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神就称我们义 我们就不再是罪人 乃是一个义人 原来是在 审判日子里面 所需要的 发布的那个 那个宣布 这个时候被搬到今天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就搬到今天 我们就在地位上 不再是罪人 乃是义人 所以他很明显的 有这个末世的 这个意义在里面 末世的这个 含义在里面 那这个时候 我们来 看这里 其实有几节经文 是我们需要来看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五章 第五章这里的第二十诗节 约翰福音第五章 我们来看这里的 第二十诗节 看这约翰怎么 教导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 约翰福音第五章 第五章这里的第二十诗节 这一怎么说呢 这一看到说 这个经文本身这样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 又信才我来着的 就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 入身了 看到说 我们不至于定罪 我们已经出死 入身了 这个定罪 我们知道说 应该是 在末世的时候 我们应当 成论的事实 一个罪人 在神面前 已经是定罪的 但是我们知道说 我们就不需要怕 不需要怕 那个审判的日子 因为我们在基督 耶稣之下 已经是义人 不再是罪人 那这个接着 我们再来看 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的二十五节 到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我们来看这里的 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怎么说呢 耶稣对他说 我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失了 也必复活 还活着 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这里看到说 约翰本身 再是听到说 信他的人 不再是 他已经在基督 耶稣里面 是活了的 因为他已经 已经是在神面前 不再是罪人 乃是一位义人 再来看 罗马书的第八章 第八章 在这里的 第八章的二十三节 罗马书第八章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里保罗所记载的 第八章的第二三节 保罗怎么说呢 保罗说第二三节 也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 圣灵出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俗 看到说 我们在这积极等候 那个儿子的名分 我们因为被生意缘故 我们就收容 成为他的儿女 我们拥有 这永恒的生命 所以称义本身 他有这个末世 周末的这个层面 周末的意思 所以你和我 当我们面对 这个最后的审判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惧怕 那个审判的日子 因为没有被称义的人 因为没有信誉耶稣的人 他必须要惧怕 那个审判的日子 但是你和我不需要 惧怕审判的日子 因为我们已经 出死入生 我们已经 在基督耶稣里面 活过来 领受这个新生命 我们已经收容 成为他的儿女 我们不需要惧怕 那个审判的日子 原来 神在末日子里面 说要对我们宣布的 那个事实 今天 我们知道说 到今天 我们当我们信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 在他面前 地位上 我们不再是罪人 乃是义人 所以 第八点里面 谈到 他拥有 称义本身 拥有这个末世 周末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那接着我们来看 这个第九点 第九个部分 称义本身 不但有这个 周末的含义在里面 同时看到说 称义本身 他跟成圣 是不然分开的 称义跟成圣 是两件事情 但是是不然分开的 所以看到说 称义跟成圣 本身 在神面前 我们因为有成瘾 就进入了成圣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 第一章这里的 第三十节 哥林多前书 一章三十节 这里看到说 保罗 再次的教导们 保罗在更多前书 第一章第三十节 怎么说呢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夫神 神又使他成为 我们的智慧 公义圣洁 救赎 神不但在基督耶稣里 神又使他成为 基督成为我们的 不但是公义 同时也成为圣洁 所以成圣 跟成义 是两件事情 那么成义是一个 一次完整的一个行动 一个宣布 一个法庭下宣布的一个行动 那么好像是法律要求之下 宣布的行动 但是成圣是一个过程 过程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两个 做一个区别 区别 所以我们看到说 如果在基督里面 把它做区别 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 不但智慧 公义 同时看到说圣洁跟救赎 接着我们就需要来看 看就是成义的消极面 跟成义的这个积极面 那么消极面里面看到说 是谈到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那个积极面是谈到什么呢 谈到我们收容成为神的儿民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所提到 我们还没有提到的这个部分 关于成义跟成圣的这个两个部分 那么我们看到说 成义本身很明显的 是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 所成就的事实 如果没有基督的话 我们在神面前应当是被定罪的 但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就被成义 我们就收容成为他的儿女 谈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进一步谈到一个问题 在成义里面看到说 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但是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 到底哪些罪得到赦免 过去的罪呢 现今的罪呢 还是将来的罪得到赦免 成义本身是一次完整的一个行动 它不是重复的 它是一次完整的行动 那么如果成义是一次完整的行动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是 罪得到赦免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应当在神面前 要认罪 要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罪在这个成义的事实上 已经被赦免了 所以到底怎么看这个罪得赦免 怎么看我们认罪的这个问题 那么到底哪些罪得到赦免 我们知道说在成义的这个事实上 我们过去的罪 现在的罪跟将来的罪 都完完全全被赦免的 这个成义是一次完整的行动 我们在神面前站在一个新的关系的里面 站在一个恩典的关系的里面 我们可以等候 我们等候带着盼望 等候祂的这个再来 我们可以分享 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那个荣耀 所以一直看到说 成义是一次的 但是我们知道说 我们被成以后 在地位上被成以后 我们还是会犯罪 所以将来的罪 我们成以后犯了将来的罪 我们还是需要来认祂 但是认祂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 那角度很不一样 跟一个没有被成义的角度 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说 当我们还没有被成以前 我们在神面前是活在神愤怒之下 一旦我们被成义的时候 我们在神野光 神不但以罪人来带我们 神是以义人来带我们 神已经赦免我们过去 现在将来的罪 所以因此看到说 我们成以后犯罪 神的眼光 对我们眼光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他以义人的眼光来看我们 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认罪 我们还是需要认罪 但是我们认罪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姿态 我们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认罪本身带的应许 神必然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他是信实的 他是公义的 他不再以罪人的方式来面对我们 不再以罪人的方式来带我们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对这个问题 有一个清楚的一个了解 所以看到说 从这个消极面来看的话 我们罪得到赦免 我们刚才特别提到 指哪一些罪得到赦免 我们再次提醒 再次教导 就是说过去 现在将来的罪 完全都被赦免的 所以因此看到说 过去 现在将来的罪 完全被赦免的 所以因此看到说 我们在神面前 站在神面前 是站在恩典里面 我们在神面前 是一人 不再是一个罪人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 罪得赦免的这个部分 接着我们需要来看 就是那个积极的层面 那么谈到我们收容 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个是积极的这个层面 不但罪得赦免 但是我们收容成为 上帝的儿女 很可惜 在我们教会里的生活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 我们在神面前是他的儿女 我们是属于他的 他全然照顾我们 全然顾念我们 那么谈到收容 儿女的这个部分 我想到我在高中时期的时候 我读了一个高中 是一个住校的高中 住校高中里面有一对夫妇 他们是高中的家长 家长他们自己不生孩子 他们收容其他国家的孩子 来照顾他们 他们自己可以生孩子 不说他们自己不可以生孩子 他们可以生 但是他们去把他们精神 他们精力投入在 帮助那些孤儿 那些没有父母性的孩子 他们收容别的孩子 我们也是 我们在新耶稣的这个事实上 在车的事实上里面 看到说 神收容我们成为 他的儿女 所以在法律之下 我们是神的儿女 那这里看到说 这个收容成为神儿女的 这个教导 声音上是非常明显的 非常明确的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以夫所书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 在新语里面 其实有好几处经文里面 谈到我们收容成为神的儿女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以夫所书第一章 第一章这里的第五节到第六节 这怎么说呢 有因爱我们 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我们是因为基督耶稣缘故 得儿子的名分 那么也看到说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在 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接着我们来看 这个经文本身在教导我们什么 这个经文本身很明显 这个收容成为神的儿女 按照第五节来讲的话 是根据在神的永恒的旨意的里面 神的永恒的这个安排的里面 如同第五节所说的 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说 在这里 其实这个得儿子的名分的最终的目标 如同这个经文本在第六节里面 教导我们说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成长 这个恩典已经是荣耀的 恩典是荣耀的 但是这个荣耀的恩典要被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 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个恩典 那接着我们来看 加勒害书第四章 第四章这里的第四节到第七节 我们来看前面的那一卷书 加勒害书第四章 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 这里看到说保罗在世教导呢 关于这个收容成为神儿女的这个意思 那么看到说在神的面前 我们地位上也是他的儿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勒害书第四章 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却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数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差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夫教阿爸父 可见从子以后 你不是奴仆 乃是儿子 既是儿子 就靠着神为后世 加勒害书第四章 这里讲得很清楚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神就差遣他儿子 我们基督耶稣就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当然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说 他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数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所以我们看到说 他儿子被差遣 来到人间 是要什么呢 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那么因为我们是 有儿子的名分 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 神就差他儿子的灵 就进入我们心 儿子的灵就是圣灵 我们就可以呼叫阿爸父 阿爸父 如同这底的第七节 告诉我们说 可见从此以后 你不是奴仆 乃是儿子 即使儿子 就靠着神为后世 我们在神面前 不是他的奴仆 乃是他的儿子 那我们是他的儿子的话 我们是他家里的人的话 我们如同这个金武 告诉我们说 神就 我们就在神面前 领受这个后世 如同这个金武所说的 就靠着神为后世 所以因此看到说 在神面前 我们属于他的我们应当继承 这个神的这个产业 后世 那么等一下我们再进一步来谈到 这个后世 是什么样的后世 这个继承产业 是什么样的产业 我们等一下需要来了解这个经文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支经文 谈到关于这个 收冻成为儿女的这个经文 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 罗马书的第八章 第八章 第八章我们来看 这里的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 罗马书第八章 这里的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 这里有另外一支经文 讲到这个收冻成为儿女的这个 这个教导 我们来看这里的罗马书第八章 十五节这里说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乃就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父教阿爸父 圣灵因我们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这里看到说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的心 在那里可以付交我们天父 为阿爸天父 不但这样子 圣灵在我们心里面 因为我们同作见证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都是属于他 有的信徒 他们信耶稣很多年 但心里面一直没有保证 他们是属于神的儿女 所以因此看到说 罗马书第八章 这里的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 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见证 我们是属于他的 我们是他的儿女 透过圣灵 那我们知道说 我们是属于他的 因此我们可以在那里 付交我们天父 为阿爸天父 那么我们知道说 圣灵怎么在我们心中同正 我们是他的儿女呢 其实圣灵用不同的方式 在我们心中同作见证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不再是他的母仆 圣灵常常透过他启示的话语 从末世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 来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或者是透过我们在生命里面的经历 这些经历本身 那我们看到说 我们也是属于神的儿女 或者透过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所给我们的恩典 所给我们的怜悯 所给我们的力量 所给我们喜乐 来见证我们是属于他的儿女 我们是属于他的 不再是奴仆 我们是他的儿女 所以如同这所说的第十七节 路马书的第八章的第十七节 这告诉我们说 既是儿女便是后世 如同我们前面在加拉太书里面 所看到的 我们是他的儿女的话 就有后世 就是神的后世 和基督同作后世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所以一直看到说 在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 我们要领受这样的一个后世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来进一步了解 前面看到说 有这些经历本身教导们 在神面前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成以后就收容成为他的儿女 在法律法庭之下的要求 我们都是他的儿女 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来思想 这个后世 他的儿女的话领受后世 这个后世是什么 这个后世包括什么 今天我们看到说 在电视上 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家庭 有些家庭的孩子们 在家里 在那里彼此的告来告去 或者彼此的杀害 是为了要 抢这个 这个父亲的这个产业 想在父亲面前得到继承 更多的产业 那我们看到说 在神面前 我们这一属于他的儿女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是他的儿女 也有产业 也有这个继承这个产业 也有继承这个后世 所以进一步 我们必须要来了解 这个后世 是包括什么 在新年里面 其实看到说 有一些经文里面 很明显的教导 这个后世的主要的 这个事实和内容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罗马书的第八章 第八章的 这里的第十七节 就是我们前面 所读到的经文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 这里的第十七节 既是儿女 便是后世 一是神的后世 一是神的后世 和基督同作后世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这看到说 这个后世应该是包括 得荣耀 不同这里所说的 一同得荣耀 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十七节 所以这个经文里面看到说 后世本身是很实质的 我们要以他一同得荣耀 那接着看到说 在新年里面 还有其他经文里面 让我们更多了解 这个后世的这个内涵是什么 就是提多书的第三章 第三章这里的第七节 提多书第三章 第三章的第七节 所以看到说 提多书这里 保罗也教导我们说 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 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 成为后世 所以看到说 保罗说明什么是后世 这后世是什么呢 永生的盼望 所以后世不但是 以他一同得荣耀 同时永远 拥有永生的 这个盼望 接着我们来看 以夫所书第五章 以夫所书第五章的第五节 以夫所书第五章的第五节 继续的思想 这个后世的实质的 这个内容 以夫所书第五章 第五节 这里看到说 再次保罗又教导我们 第五章的第五节 保罗说 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 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 是有贪心的 和基督 在基督和神的国里 都是无分的 有贪心的 就以拜偶像的是一样的 这个是以夫所书 第五章第五节 那么我们看到说 这个经文里面怎么说呢 这经文里面特别是 大家注意一下这一句话 在基督和神的国里 后世什么 是在基督和神的国里 所以我们看到说 这个后世本身包括在基督 和神的国里的事实 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 这个后世里面 还有一个经文 我们需要来看 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四节 彼得前书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四节那里 所谈到的那个教导 那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四节那里 看到说 很明显的彼得这里教导我们什么呢 他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产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因 后世是那个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衰产的 在天上的那个基因 所以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 我们是有福啊 真的有福 神不但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之路 他的儿子担当我们的罪 那我们在他面前 不再是罪人 乃是义人 我们也同时收容成为他的儿女 我们在他面前 不但是他儿女 他的儿女的缘故 我们在他面前 可以继承领受这个后世 我们是一情神的儿女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高喊 哈利路亚 感谢神 他为我们预备这样又美 又丰富 又活泼的这个恩典 是他所赐的一切 所以今天我们就谈到这个部分 关于这个称义的部分 我们在后面 继续的把这称义的部分 把它谈完 我们在祖里面感谢神 他所赐给的恩典 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 是丰富的 感谢主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须要高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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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